向阳 醒醒 快醒醒 我这是 在哪儿 我不是 我去 这人怎么长得跟猴一样 我穿越了 我叫李向阳 人称素质教育紧露鱼 平时最爱作死惹事 在一次捉弄斑花小美的时候 小美 这个送给你 老鼠 李向阳 你混蛋 不幸跌倒在路边 被卡车撞死 穿越到一个同名的家伙身上 撑爹呢这是 别磨蹭了 要是天黑之前 没把火太碎带出去 挤在那家伙 可是会真的打死我们的 根据这副身体的记忆 祭灾就是个混账王八蛋 看原主跟社会好欺负 就逼他们进去又脏又臭的恶找矿洞 给他找什么火太碎 没想到洞里还有洞 摔死我了 不过我李向阳可不是这么好欺负他 记财是吧 你给我等着 糟了 实在恶少 看样子 应该是一只二级混沌在手 这是凭我们两个初级制法者的实力 恐怕今天 要交代在这儿了 检测到宿主遇到危险 情绪收集系统 系统激活 系统可以帮助宿主 收集周围的强烈情绪 为宿主提供各种强化 哦 我的外挂到账了 情绪收集系统是吧 有了 双猴 别怕 我知道这只灾恶兽的弱点 就是他的屁股 快 攻击他的屁股 屁股 小阳 你确定吗 我怎么没听说过 有什么灾恶兽的弱点在屁股上啊 百分之两百肯定 双猴 哥们啥时候坑过你啊 快去吧 是 那我去了向阳 你随时接近我啊 没事 有爸爸在呢 哎 哎呀 检测到恶爪魔牛的愤怒情绪 当前愤怒之为百分之五十 增长到百分之七十 将能用于强化宿主 小七十 是不是搞错了 这么感觉没伤到他 反而把他激怒了 没错没错 你刚刚那一拳已经把他打的一张 他是在硬撑 再来一拳他就得堆西 好吧 好吧 那就再给他来一拳 拖着几了 可别真的坑兄弟啊 这次你真的告诉老子了 我们都得死在这儿 恶爪魔牛的愤怒值提升至百分之八十 兽猴恐惧值提升至百分之六十五 宿主剩余可用强化 一次 怎么才百分之六十五 呀 神动力哪来的小脚皮 困境灾兽恶爪魔牛愤怒值百分之八十五 对有兽猴恐惧值百分之一百 稍后别怕 爸爸来救你了 强化D级技能 影核 以为宿主强化D级技能 影核 移生为C级技能 影核凯凯 以为宿主强化D级技能 影切 影核 移生为C级技能 影核无双 小脚皮 小脚 这是我 我真是 太帅了 太帅了 关系宿主金花二级混沌灾事 热爪魔牛 获得五百星火能量 等级一阶大成提升为一阶圆满 提索罢ْ假的 专输升级技能 引力 最开始了吧 收集情绪可以提升职力 杀怪之后获得奖励继续提升 这怕谁要起飞呀 向阳 你太牛了 幸好有你 不然我就真的死翘翘了 好了好了 别怕别怕 有爸爸在 爸爸会罩着你的 接下来看看杀了那只灾恶兽 有没有掉什么好东西吧 向阳 你看 是火太碎 你这灾恶兽的肚子里 难怪找了那么久都没找到 这下可以给寄灾交差 不用被打了 这是 恶爪魔牛的东西 向阳 寄灾是吧 向阳 小小子 给你加点药 向阳 你干什么 你那会杀了我们的 嘿嘿 你火太碎这么猛烈的药性 加了这个毒 他以后有没有力气再欺负我们 他俩说呢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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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太碎找到了 哦 没想到你们两个小子 还真的把火太碎给找到了 主要是老大吩咐的事 做小弟的赴汤导火一定办到 看在你们两个这么能办事的份上 今天这一顿打就免了 谢谢老大 祝老大早日突破 有了火太碎提供的新火 老子突破到三界 只日可待 太好了 恭喜老大 祝老大早日突破 等着看好戏吧 守侯 还好记载没看出火太碎被吓了毒啊 天色不早了 我们回去吧 根据这四山子的记忆 这就是我现在的家 圆主的父母 作为觉醒心腹的艺能者 为了保护平民而战死 只留下这么一间小房子 既然老天给了我第二次机会 那就在这个世界好好活下去吧 喂 瘦虹 什么事 镇上出现了几头混沌灾瘦 上头令令我们 立刻前去参与歼灭 歼灭 怎么会和我们手上关系 哎呀 记载毒发送医院了 执法者人手不够 只能一届的顶上了 我们的任务地点在广场 哦 计材毒发了 活该 瘦虹 以后只要有我在 谁也欺负不了我们 行 广场是吧 我现在就去跟你会合 有战斗 那就意味着又有机会变强了 打怪升级的日子 才是真男人该过的 坏的日子 我们俩正在急剧消失 赶快送急救室 什么 我的新火能量在消失 医生 你一定要救救我 医生 向阳 一点 那是 龙战团团长铁股的第五子铁杀 这家伙经常仗是一人 抢托别人的新火资源 简直恶心至极 我靠 小阳 我们的任务 是来帮这个家伙 帮个屁 我要是帮他 我是孙子 喂 那边两个废物 还不快过来帮忙 还是不了 铁公子 我们两个废物 怎么敢去给你们融战团添乱啊 我去 你哪来的愣的 我们还是在一旁好好观战学习好了 你说是吧 圣猴 你出圣肉死 还带着爆米花 技能 严顿 好 挡得好 铁公子借地飞天 领魔狼束手无策 我怎么就想不到这招呢 兽猴 同样是全战 你可得跟人家铁公子好好学去 你看人家的反应速度 那严顿的防御强度 你可是拍马也赶不上啊 喂 李向阳 你小子阴阳怪气说些什么呢 想找死是不是 哪有哪有 我这不是建议兽猴 向你们铁公子学习吗 检测到 融战团成员的怨念情绪 当前怨念值为百分之四十 增长到百分之八十 将可用于强化宿主 这只畜生的体力 已经快耗尽了 大家一鼓作气 给我把它拿下 是 是呀 我们真的就这样 在一旁看着吗 会不会 握鱼上标的 检测到 荒原伯狼的体力值 即将耗尽 副组可以 勤找机会将其击杀 不愧是我的系统 真懂 谁说我会一直这样 看下去的 这个铁杀不是最喜欢 抢别人的资源 现在是我李向阳的 让人头时间 隐蔽 去 运人击杀 荒原魔狼 获得一千星火能量 等级一阶弄影学徒 圆满提升为 二阶 驱影行者 小成 解锁霸影专属 C级身法技能 集影行 这样 你突破第二阶了 太好了 李向阳 受死 从来 都只有我铁杀 占别人嫌疑 你居然敢抢 老子的东西 把他给我废了 是 融战团成员 愿念值百分之八十 宿主剩余可用强化 一次 向 向阳 什么多人你打不过的 我来拖住他们 你赶紧跑吧 你把我当兄弟 我怎么能丢下你一个人跑 不跑 那你的意思是 打 融战团的各位 我们兄弟两个接到命令 前来驻战 现在三恶兽已经击杀 我们就先回去复命了 强化技能及影形 异强化C级技能及影形 提升为B级技能 影盾 傻子他会硬碰硬 敌众我寡 当然是三十六级走位上 白白了你来 影盾 让我 让那小子跑了 李向阳 我不杀你 事不为人 赤阳 你抢了铁杀的魔狼 还当面逃走 这下铁杀肯定不会放过咱们了 没事没事 放心好了 赤阳看来不赶紧升级不行了 得认真起来了 老子可不想这么快又挂一次 走 回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任务可以接 一群闹种 闹种 没一个有胆量的 出去别说是我柴利的人 喂 哥们 老财怎么了 谁把他气成这样 废弃工厂出现一只恐怖魔猿 没人敢接任务 执法官正生气呢 李向阳 你跟执法官关系最好 你快去让他消消气吧 是啊 你没什么实力 别的地方没用 至少可以哄哄执法官开心嘛 没什么实力 向阳刚刚突破到二阶了 睁大你的眼睛看看 二阶 二阶了不起吗 这里谁没有二阶啊 当然有 废财兄弟的另一个兽猴 不就还只有一阶吗 恐怖魔猿是吧 谁说没人敢去 我去 好了 别吹牛了 就是 没有三阶实力 连抗衡恐怖魔猿都是做梦 李向阳 执法官把你当亲儿子看待 他可舍不得你去送死 是啊向阳 你逼一气用事啊 恐怖魔猿的实力不是开玩笑的 哼 向阳 你来了 坐 柴叔 恐怖魔猿的任务 我接了 我接了 阵堂 你今天没发烧吧 阵叔 我没事 我不能一直生活在你的保护之下 而且 我也是执法者 击杀怪物保护镇子 也是我的责任 那可是恐怖魔猿 你怎么对付得了 叔 哪怕看一看那只魔猿 长长见识也好 况且真打不过 我还不会跑吗 那好吧 有志气是好事 不过你可得答应柴叔 有危险立刻跑 千万别勉强啊 一定 谁跑得由我快啊 人 你 假正经原来真的会起鸡皮疙瘩 不过幸亏老子眼疾过硬 顺利挥悠到老柴把任务接到手了 盛侯 啊 废弃工厂你就别跟着了 在这等我的好消息 不是吧 他真去啊 是 去吃野消的吧 就是这里了 嗯 有美女 职业 火力追随者 等级 三阶 暗枪斗士 凡人的东西 还不滚 看这 应该是个比较千金 怎么会自己不够买冒险 不过他 火力追随者职业 清晰 把怪倒是方便 嘿嘿 这位美女 在前面带路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舒服 一路走来 一只怪都不用打 一路畅通 这种蹭大老车的感觉 太爽了 那是 一座祭坛 看来灰翼现象的侵蚀 不仅会产生危险的瘦 还会带来灰翼的现象 真是块硬骨头 我更硬 我去 这也太帅了 不知道霸与职业有这个爆炸技能 老子必学 不好 这是 超过三千异能者 刚才的攻击并没有中伤到他 那位大小姐怕是要领盒饭 居然没死 不可能 你想干什么 跟着本小姐就算了 还占便宜 好恶心 快从本小姐身上起开 我 我占你便宜 我那是为了救你 谁让你来救本小姐了 本小姐实力是三杰 需要你这个二杰的废物来救吗 那你是想趁机吃本小姐的豆腐 本小姐滚开 要不是我及时出手 你已经变成上下两段了 不用解释 解释就是掩饰 你这种男人的心思 本小姐最清楚不 好 算老子倒霉 多管闲事 这只恐怖魔人你来打 看你有多厉害 真是狗咬吕动兵 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 那就别怪老子 踩在你头上升级了 就这 这就是三杰强者的速度吗 老奶奶过马路 都比你还快好吗 陈亚新 本小姐的实力 闻不到你这个二杰男的评判 增长到百分之八十 将可用于强化速度 没办法了 黄菲的良品级道具随便用 要是没有超能力 我看你早被那只猴子 按在地上摩擦了吧 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给粉小姐闭嘴 陈亚新 愤怒值百分之七十 增长到百分之八十 将可用于强化速度 这就是大小姐的权力一击了吗 我看给那只猴子 哪我痒痒都不够力道啊 陈亚新 愤怒值百分之八十 小姐要死了 祝祝可用剩余强化 一次 恭喜宿主 累计获得四次强化 系统升级提升为二级 原来系统还能升级 还有商城 还能开启第二职业 剩下有的爽了 赠送免费技能购买次数一次 请宿主在以下三个C级技能中 等等 任选一个进行学习 真的任务的职业力 我来了 果断选择引爆 然后使用强化次数 强化引爆 以强化C级技能 引爆 升级为B级技能 暗时引爆 暗时引爆 爆炸附带 暗影侵蚀效果 不好意思美女 再看你打下去 我都困得要睡着了 还是让我来吧 让你来 一个二级的废物 尚赶着去送死是吧 好 我成全你 哼 来吧 让你投眼看人家的大小姐 好好见证有威力 暗时引爆 确认击杀恐怖魔猿 获得一千五百点清火能量 虚 虚然叶昭就 没啥了恐怖魔猿 负人实力 你的实力绝对不止二阶 紧藏实力 你太抬举我这个二阶废物了 我 我错了 我不该对你那样说话 我跟你道歉 别 大小姐的道歉 我可承受不起 我 原心 有了这个就可以证明我击杀了恐怖魔猿 可以回去交差了 嗯 这是 还有意外收获 说是良品级宝物 物影珠 检测到宿主获得良品级宝物 物品强化功能开启 宿主积攒的强化次数 可用于强化良品以上级别宝物提升品质 这岂不是说只要一直强化下去 就能强化出最高品质的古神级宝物 简直太逆天了 木王我大半夜的跑这一趟 太值了 这颗木影珠利用好了 又是这阴人的大杀器啊 嗯 那个 对不起啊 是我不好 我不该带着恶意揣测你 我这样很没有礼貌 对不起 你 你想干嘛 像你这样蛮横无理的大小姐 我才没有心情搭理你 我没有恶意 我是真心向你道歉的 只要你肯原谅我 什么补偿我都答应你 哦 什么补偿都可以吗 那个 不可以 大小姐居然害羞了 还有点可爱 不过不好意思 我李向阳可是很记仇的 你的道歉 我接受 后会有期 一千万 小镇北方出现了一座猛鬼墓穴 根据情报 里面很可能存在预言浮雕 预言浮雕 预言浮雕 可是所有觉醒者梦寐以求的终极宝物 浮雕上蕴含着世界的终极真相 以及能够彻底消除灰意灾恶的神之力 我愿意出一千万 请你跟我组队探索猛鬼墓穴 而且从墓穴里得到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平分 包括预言浮雕 不好意思大小姐 我李向阳不是钱可以收买的 再见 这个大小姐的脑子不太聪明的样子 知道了副本方向 谁还要带上你这个拖油瓶啊 不愧是我 李向阳 你真是机智了 喂 圣侯 那小子该不会是躲在家里睡大觉嘛 说什么呢 向阳根本不在家 不在家 那就是申去废弃工厂了 这会儿肯定已经死得透透的了 大家都散了吧 李 李向阳回来了 不好意思 让大家失望了 我没死 向阳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啊 要不要去医院 我只是去解决个星星 能有什么事 星星 那可是恐怖魔源啊 以你的实力 怎么可能一点事都没有 除非你根本就没去 对 他根本就没去 你说没有就没有 可我的确做到了 笑话 你身上连一点伤都没有 还解决恐怖魔源 你这个废物 要是能杀了恐怖魔源 我以后叫你爹 我跪下给你磕头都行 没错 你要是杀了恐怖魔源 我给你跪下上征服 你要真这么厉害 以后我是你孙子 这可是你们自己说的 恐怖魔源的元西 你们不会不认识的 儿子们 酸子们 快给老子跪下磕头 上征服吧 不会吧 真的是恐怖魔源的元西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不可能 这也太难以置信了吧 向阳 你回来了 任务完成 恐怖魔源已经被我击杀 不错 这的确是恐怖魔源的心脏 向阳 你做得很好 你们几个废物 怂货 垃圾 向阳不过二阶的实力 不断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并且圆满地完成了 天天互相吹捧 自己是什么强者 我都替你们恶心 为了奖励李向阳的勇气 和他击杀恐怖魔源的功劳 我宣布 即日起 李向阳 从初级执法者 以身为终极执法者 并且 授予这把 什么 难道是 熔炉镇新火执法部 唯一一把 优质级武器 迎刃 可恶啊 熔炉镇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武器 就这么给了李向阳这小子 有人啊 我的梦中情节 手下定不如使命 费用杀敌 检测到宿主 获得优质级武器 解锁武器专属技能 其影刺 其影刺 快速接近敌人 发起针对弱点的致命一击 得到一把强力武器 居然还有系统赠送配套技能 这服务也太周到了吧 向阳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以后好好干 没问题 好了 都散了吧 该干嘛干嘛去 向阳 你忙完来我办公室一趟 遵命 散了散了 我的好儿子好孙子们 先别走呀 说的跪下唱征服呢 向阳 我们刚才开玩笑的 您大人有大量 对啊 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 不敢了 我没再开玩笑 你们是不是想试试 我手中的把眼镇 不错了 爷爷我们错了 这还不错 老子现在心情好 就不跟你们计较了 滚吧 谢谢爷爷 现在你看 是季灾 怎么办 火太岁的事 他会不会来找我们麻烦 安了安了 就算他想找麻烦 老子现在还怕他 有 季灾老大 这是怎么了 该不会是身子太虚了 吃了火太岁 虚不补兽吧 李向阳 说 是不是你在火太岁上下了毒 什么毒 我不知道啊 火太岁原来是有毒的吗 别装算 我这都是你搞的鬼 哎 记载 没有证据的事 可不能乱说啊 我可是清白的 清不清白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要跟你单挑 单挑 好啊 这小子真是啥 老大虽然被火太岁卸掉一半辛火 实力下降的厉害 但也不是他一个一介的废物 可以碰瓷的 这下有好戏看了 老大被整得这么惨 这次一定会打死他 这次一定会打死他 快去 去 去人偷袭 太脏了 好了 老子不陪你玩了 老大 老大你没事吧 快 送我去医院 柴叔 你找我 小阳 你来了 看看这个 这个机密 本来不能告诉你的 但是你打败了恐怖魔猿 现在已具备这个资格 猛鬼木穴 新的灰意侵蚀地点吗 就是那个大小姐说的 可能有欲言浮雕的地方 没错 镇外的一座古墓 被灰意侵蚀之后 形成了一座猛鬼墓穴 据说 里面可能存在着 具有神力的欲言浮雕 小阳 你还记得 你的父母是怎么死的吗 我的 父母 父母不是为了保护 镇上的居民战死的吗 那只是执法总部 向外公部的说法 你当时年纪太小 不清楚其中内幕 你的父母 也许并没有死 什么 当年 你父母被组织派去 调查预言浮雕 出现意外 只找到他们的尸体 但是 尸体在火化之后 却并没有产生骨灰 而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 这怎么可能 那是不是说明 他们两人的尸体是假的 就算是造假 也总归会留下些什么 唯一的解释 就是那两具尸体 是预言浮雕的神力创造出来的 也就是说 我的父母可能并没有死 没错 虽然那两个人并不是我真正的父母 但是如果预言浮雕真有神力 那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比较安全啊 所以柴叔 你想让我做调查预言浮雕 寻找我父母的下落 当然 调查预言浮雕会很危险 也许是我猜错了 也许你父母早已经 唉 向阳 你要是想一辈子安安稳稳 那就待在镇子里 柴叔一直把你当亲儿子看待 不 柴叔 我不怕危险 我要去 如果爸爸妈妈还活着 我要把他们找回来 很好 柴叔果然没看错你 向阳 你是好样的 柴叔 事不宜迟 那我去了 万事小心 千万别勉强 李兄弟 弟妹 你们真是生了一个好儿子啊 我一定会好好利用他 让他发挥出他应有的价值 根据原主的记忆 山里白天不应该有这么多物才对 看来已经进入灰衣影响的范围了 崛起辛苦就少 有了辛苦空间 用来放东西还挺方便 开始刷怪了 是灰衣有点 现在古墓附近就能变化成女鬼 要是这地方在古代是皇帝的后宫 那岂不是美滋滋 跟美与打架更过瘾 不过 就别想浪费我的时间了 赶紧找我 我路 接下来 倒你了 给我趴下 给我带我去找古墓路口 不然现在就杀了你 谢谢了 你可以死了 这猛鬼墓穴里的boss 恐怕只会比恐怖魔怨更强 还是不要大意 五公子 这里三条路 我们走哪一条比较 嗯 有人已经先到了 哟 融战团呢各位 这么巧 我们又见面了 你想赢 来得正好 给我围起来 居然敢戏弄本少爷 你死定了 大家别冲动 别冲动 话好说 没什么好说的 这里没有别人 黎湘阳 今天你就死在这里吧 哎 你们不会打算 以多欺少吧 难道大名鼎鼎的铁杀团上 对付我这个二戒猛心 还要人帮忙 本少爷会怕你 笑话 一个区区二戒的废物 你们都给我退下 我要亲手打死他 以解我心头之恨 果然上当了 跟这种人头猪脑的废物 少爷交手 真是太熟了 小羊 受死 什么 居然接住了我的强力一击 嘿嘿 小姓 小姓 天下 住手 亚兴 你怎么来了 哦 铁杀跟那个大小姐认识 同心 这 他让你住手 又没让我住手 宽我屁事 再说了 就算他让我住手 我就要听他的吗 从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 这个家伙 好特别啊 铁公子 你刚才不是说要跟我单挑吗 来呀 你不是说要杀我吗 来呀 检测到铁杀的恐惧情绪 当前恐惧值为百分之三十 提升到百分之八十 将可用于强化宿主 是 什么是 难道是鬼王 五公子都被打成这样了 我们还要继续吗 要不我们还是撤吧 检测到融战团成员的恐惧情绪 当前恐惧值为百分之三十 提升到百分之八十 将可用于强化宿主 这群耸炮 看来又可以强化好几次了 快跑啊 喂 你们先别跑啊 我的强化次数啊 刚刚那个嚎叫声 说明鬼王已经苏醒 而且处于狂暴状态 非常危险 危险吗 那正好 李 李小阳 你想干嘛 检测到铁杀的恐惧情绪 当前恐惧之为百分之四十 不要啊 李小阳 杨哥 救救你放过我 检测到铁杀的恐惧情绪 当前恐惧之为百分之五十 你 你该不会是想 没错 没错 当然是把你扔给鬼王吃掉 不要 不要 杨哥 救救你 救救你放了我 我错了 我不该挑衅你的 你想要什么 钱 女人 还是生机资源 我都可以给你的 只要你放过我 杨哥 不要啊 检测到铁杀的恐惧情绪 当前恐惧之为百分之七十 救命啊 我还不想死 检测到铁杀的恐惧情绪 当前恐惧之为百分之八十 恭喜宿主获得强化次数 一次 我不管你们两个有什么恩怨 学行者之间禁止互相残杀 我来托住鬼王 你们先退后再说 尝尝这个 我 melting 走 走 不 别说 什么 毒 我 咪 jumps 啊 沒想到大小姐居然給我打掩護 心眼倒沒有壞得這麼徹底 我李香牙不喜歡這人情 那就勉為其難再救你一次 等一下再跟你算賬 鬼王愛你分身 你的對手是我 使用強化刺激 強化武器 影刃 以強化優質級武器 影刃 提升品質為優質加 解鎖武器被動技能 會心一擊 弱點攻擊有10%概率造成一擊必殺 首次強化獎勵 一擊必殺概率 提升至50% 僅限一次擊殺 居然是概率必殺的被動 而且還是償住10% 太逆天了 那就是一擊必殺概率提升到50% 這一劍 就要你的命 一行歡迎 幾次 幾次 被動 會心一擊 發動 確認 擊殺目標 鬼王 恭喜宿主獲得2000點 新火能量 同時獲得系統商城消費點數200點 宿主等級提升為二階區引擎 大成 好強 居然一招秒殺了鬼王 這種boss級別的怪物 居然都是被他一招秒的 這個男人太強了 怎麼可能 一招秒殺鬼王 這小子 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強了 看看這鬼王 能爆出什麼好東西 不知道是不是真有預言浮雕 秀 還真有 恭喜宿主獲得優質級寶物 封鬼釘 功能 可以暫時封住鬼物的行動 恭喜宿主獲得優質級寶物 迷幻符 功能可以貼在敵人身上 造成迷幻效果 這是 這就是預言浮雕 暴力這麼低 這買賣也太不划算了 不應該啊 這鬼王看上去這麼忙 怎麼沒掉什麼好東西 好東西 好東西 見這有份 見這有份 我也要 喂 你 好東西 果然是好東西 我感受到了 是力量 嘿嘿嘿 李襄陽 我只是你一個人能變強 鐵殺快扔掉 那是鬼王上下的殘魂 如果被殘魂侵蝕 異能者的心火會被飛化 甚至會變成災惡怪物 嘿嘿 力量 強大的力量 老子來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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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為什麼 你 你 力量 我感覺自己充滿了力量 天商 你 別過去 不 李襄陽 你 你 你讓我蒙羞 以我走到現在這個地步 讓你百倍奉還 去死吧 小心 快 快跑 我們必須把這裡的情況傳出去 真的 我們為什麼要跑 什麼 我承認你殺了鬼王 鬼王沒有意識 對你也沒有仇恨 不過是吃了鬼王的殘魂 變成了怪物 難道會比鬼王更強嗎 鐵殺 剛才你還算是個人 按照規定 我不能對你下死神 現在你變成了怪物 那就更不得不殺你了 啊 心仇救害 一併算吧 我殺了你 想殺我 那也得你有那個本事 快躲開 這招是鐵殺最強的必殺技 很危險 滾開滾開 給我死 真是頭蠢蠱 找到你了 不行 讓下去 李向陽會死的 得救他 提醒幻影 打到了 瘋鬼丁 別動 怎麼回事 我不能動了 李向陽 李向陽 你做了什麼 你這個卑鄙小人 我也沒說我不卑鄙啊 你才知道嗎 是瘋鬼丁 李向陽 我終於知道你為什麼不跑了 瘋鬼丁剛好可以克制低級災惡怪物 封印他們的行動 可惜啊 就這麼一枚釘子 就在你小的身上 誰硬 李向陽 你的死氣到了 李向陽 你別殺我 求求你 你想要什麼 我都可以滿足你 我們龍沙小的實力 你是知道的 你要什麼 你說 你說 別殺我 不好意思 我李向陽的做事風格 一向都是 斬盡殺絕 不留後患 鐵紗 我想要的是 你死 不 不要啊 不好 鬼王的殘魂先是在繼續加深 鐵紗已經完全變成災惡獸了 那就下地獄去吧 鐵紗 不好 鬼王一死 這片回憶區又要坍塌了 這個大小姐 說什麼牽的 也太順手了吧 莫非 她看上我了 這小手皮膚滑滑的嫩嫩的 摸起來手感還真不錯 不行不行 羽人只會影響我拔劍的速度 我李向陽可不是戀愛呢 但是 我的信訣不允許我對送上門的妹子視而不見 乖乖聽話的女聲還是很美好的 等一等 你 你 你別誤會啊 我只是在救你 沒誤會 那你臉紅給啥虎泡泡啊 唉 十可惜白跑一趟 什麼玉岩浮雕毛都沒有一根 對了 玉岩加浮雕 原來沒有嗎 哪個缺德帶帽烟的放假消息 太坑爹了 既然如此 李向陽 你快跑吧 跑什麼 不管怎樣 鐵砂都是你殺的 鐵砂的父親融戰團團長鐵谷 不殺了你 他不會罢休的 融殺團團長鐵谷 在全戰職業上天賦極高 擁有極強的領物力和戰鬥實力 在鐵谷的帶領下 融戰團戰功雷雷 也因此自視甚高 飛揚跋扈 而且 融戰團也只不服從熔爐陣心火執法部的統領 同樣是消滅災惡 雙方卻各自為戰 甚至互相下半 社群你怎麼會知道得這麼清楚 我叫陳雅欣 什麼 你 你是 新火執法者總部 大統領陳凱撒的女兒 我是偷偷跑出來的 明白 我不會亂說的 還是離他遠點好 否則被大統領盯傷 要是別人問起 我就說沒見過你 走了 喂 李向寮 鐵谷的事 你打算怎麼辦 不用擔心 我自有辦法 這就是隱藏著輪迴日 揮翼入侵蘭星的終極真相的欲言浮雕 而且還蘊含著強大的神力 檢測到宿主獲得古神級物品 遺言浮雕 正在為宿主匹配隨機獎勵 恭喜宿主獲得系統獎勵 第二異能職業 請宿主選擇第二職業身份 全債 火力追隨者 驅靈師 霸影 像我這樣一想天開的大腦袋 當然是選擇能讓想像力變成現實的職業了 我選擇 會者 一位宿主解鎖第二異能職業 會者 同步宿主的會者職業等級至二階 會立行者大成 哇 直接同步 不用練 這也太爽了吧我的天 無敵 不過 別人都是只有一個職業 我這第二職業要是暴露了 肯定會惹上大麻煩 知道我有第二職業的 只能是死人 想要負責 pros 行 向陽 鐵谷到總部來鬧事兒 否则就别怪我 把你嘴给拆了 别以为你能包庇他 我今天一定要他给我儿子偿命 荣战团往日嚣张跋扈也就罢了 今天这么大张旗鼓到这里喊打喊杀 还真当我财力手下无人吗 铁杀吸收了鬼王的残魂 变成了灾恶怪物 我不杀他 他可就要杀人了 铁杀变成灾恶怪物 残杀人类 难道这就是你希望看到的吗 我儿是人也好 是鬼也罢 行什么处置 你杀了我儿 我便叫你培葬 检测到铁骨的愤怒情绪 当前愤怒之为50% 提升到80% 将能获得强化次数 只等成的人你也敢动 事可忍输不可忍 我满足你 财人 老柴 没必要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自己处理就好 向阳 现在可不是成英雄的时候 铁骨可是真的想要你偿命 铁骨 你与我的恩怨 与旁人无关 你敢不敢 跟我单挑 单挑 二七打五七 这不是送死啊 团长 一拳干报他 铁骨 铁骨 我还是你自己说的 你说八道些什么 不过 在这之前 铁骨 你跟王寡妇偷情的事 要不要先跟大家说说 什么 团长跟王寡妇偷情 不会吧 团长跟夫人 不是模仿夫妻吗 团长还有这批 说八道些什么 闭嘴 检测到铁骨的愤怒之为 百分之七十 提升到百分之八十 将能获得强化次数 铁大团长还经常三更半夜 躲进小镇猪场 抱着老母猪睡觉 猪场的厂长可以作证 铁团长果然不是一般人 被五阶强者姓灵 老母猪真惨 看来铁鲨变成猪头灾恶兽 也是有迹可循的嘛 想赢 舍了你 检测到铁骨的愤怒值 提升到百分之九十 恭喜宿主获得强化次数一次 全破空 消耗强化次数 强化技能暗影分身 以强化C级技能暗影分身 提升为C级技能 幻影分身 现在分身不再是影子形态 而是完全模拟 宿主的形态 雕城小技 获获 硬不硬 无人行不得 一个 有两下羊子 幻影分身 收 雕城小技能暗影分身 杀不是我杀杀杀 荣战团团长不会是个傻子吧 这么卖力 我都想捧个前场了 团长你中计了 团长是迷幻福 你们打算干扰比赛 是吗 没没有没有 没有最好 妈妈这个大叔好傻 大家一点都不好看 我们回家吧 小阳 兽猴 你们跟我来 铁骨这次不会善罢甘休 正好铁锈湾那边 灰溢活动频繁 向我提出了增援请求 我想派你和兽猴 请去支援 也正好避避风头 没问题 早晚都要出去闯荡 而且铁锈湾 分布 宿女仿可是美女如云哦 说好 想象一下 你一拳打死灾恶兽的时候 一大步美女向你靠近 我听从执法官的安排 好 我这就给你们安排传 这些技能书 我引住 还有拳套 向阳 这些东西 你确定都给我吗 这些你都用得上 收下吧 向阳 你真是太好了 别这样 我要起疙瘩了 喂 你们两个 危险 快离开这里 看见没 一大步美女真的在向你靠近 奇怪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向阳 刚刚油轮上那个女生 好像是想跟我们说 有危险 不好 灾恶兽 少侯 待会我来把她打残 你来杀 好 我不会拖你后腿的 暗示警报 好 少侯 就是现在 暴冲拳 太帅了 少侯 哈哈 哎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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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 就是熔炉震兴火之法部拍了的帮手是吧 居然一人一招就杀死了三件混沌在手 等等 二阶大成 哎 向阳 我突破到二阶了 刚到二阶 我的天哪 哎 要不是向阳 我也打不死她呀 嗯 我们送你仿分部 为了守护铁修弯 功劳也差很大的 仅仅上个月 我们就击杀了两只四节的灾恶兽 七只三节灾恶兽 从灾恶兽的袭击中 救下民众数百人 啊 盯着我看干嘛 检测到莫小瑶的焦羞情绪 当前焦羞值为百分之四十 增长到百分之七十 将能获得强化次数 哦 这么害羞 看来又能升级了 你好 我叫李向阳 旁边这位是兽猴 我们来自熔炉镇新火执法部 你好 我叫莫小瑶 是宿女房铁修弯分度的副主师 哇哦 莫小姐 你的皮肤好滑好嫩哦 即便是宿女房 莫小姐想必也是最美的了 那 哪有 谢谢花姐 房里比我漂亮的姐妹 还有很多 小瑶 你太谦虚了 我们初来乍到 不知可否赏脸吃个饭 看个电影 熟悉熟悉 检测到莫小瑶的焦修情绪增长 当前焦修值为百分之五十 增长到百分之七十 将能获得强化次数 不好 海底娜这恐怖栽王 要突破封印了 你好 我叫李向阳 旁边这位是兽猴 我们来自熔炉镇新火执法部 你好 我叫莫小瑶 是宿女房铁锈湾分度的副主师 哇 莫小姐 你的皮肤好滑好嫩哦 即便是宿女房 莫小姐想必也是最美的了 那 哪有 谢谢花姐 房里比我漂亮的姐妹 还有很多 小瑶 你太谦虚了 我们初来乍到 不知可否赏脸吃个饭 看个电影啊 熟悉熟悉 检测到莫小瑶的 焦羞情绪增长 当前焦羞值为百分之五十 增长到百分之七十 将能获得强化次数 不好 海底纳这恐怖灾网 将突破封印了 恐怖灾网 那是比五阶混沌灾兽 还要强得加强级灾恶兽 我们这种实力只有二三阶的 还是快跑吧 你们看附近的人全都跑没影了 两位 这些温馨火之法部和我们宿女坊 已经在指定见面灾网的集体作战计划 我们尽快去作战指挥部 大家会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级别的怪物 奖励一定很多 灾网 我来了 李向阳 你去干什么 那可是灾网 你只是宋词 你只能硬上了 一只狂 起来 这么轻松就破掉了 不愧是灾网 还真有点本事 看到了没有 我三阶圆满驱灵师都拿恐怖灾网 没办法 你个二阶大城的罢营 真是蠢蠢的送死行为 绍豪 章鱼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章鱼最喜欢的 钻瓶子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 瓶子 有了 这个瓶子够大了 哼 给我切 李向阳 你到底想干什么 是 仔细看这便是 这是什么操作 恐怖再忘记的幽冥章鱼 却然乖乖的钻进了一个球里 开什么玩笑 唉 我有什么坏心思呢 我只不过是想给小章鱼一个家 顺便回忆一下 童年而已 绍豪 接球 来 来了 好球 还给你 我是不是在做梦 我怎么看到两个二阶的家伙 才把恐怖再忘当球蹄 这 真的合理吗 球蹄完了 接下来 该回家吃饭了 系统 有没有能解决这家伙的道具 有 当然有 系统是无所不能搭 就决定是你了 奪命gay霸蛋 消耗200点商城点数 购买B级道具 奪命gay霸蛋 给予二阶以下恐怖灾亡致命一击 限购次数一次 少豪 准备撤退 大兵要来了 走你 快跑 要爆炸了 他 他怎么突然间牵我的手了 不 不要嫌太多慕小瑶 他就是怕我被爆炸波及而已 一定是这 小心 确认击杀 一阶恐怖灾亡 幽名章鱼 获得星火能量5000点 击突破 提升至二阶圆满 获得技能C级 影之手 这种级别的大杀器 别说铁锈弯 连整个宿女坊都不够 难道 他是什么隐藏身份的十佳公子 还是什么机缘一天的七云之子 刚刚他说请我吃饭看电影 我怎么没答应啊 莫小瑶你真是个笨蛋 嘿嘿 看看一切灾亡能掉什么好东西 这是 恭喜宿主获得完美级霸影专属装备 赢者机关壁铭 机关壁铭属于霸影奇巧鸡变系列装备 拥有多种强大功能 并且可以通过升级 增加和强化相关功能 居然有这么厉害的装备 这只章鱼来头不喜欢 还有几次 深海玄境居然这么纯净 一枚起码价值百万啊 居然这么大一堆 夏 夏阳 我们要放了 赵豪 走 好 哥们儿带你去买买买 我可以带路的 我知道哪里有好东西 那就拜托你了 夏阳 小意思 请我吃饭就好了 夏阳 要不再等等吧 他们是得等一下了 前哨的车也很难 不想活了 前哨 是说射头肥猪吗 对前哨口出狂言 找死 孩子 正好试试这个新玩意儿 赢者 恐惧之赢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救命啊 无愧是完美极物品 居然自带多个强力技能 太给力了 我报告是南方幸存者联盟首富 钱高 首富之子是吧 马路不是你家开的 要注意避让行人 老子想怎么开车就怎么开车 赶紧放我下来 否则死无全尸 哼 死无全尸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那些刚刚跑掉的保镖 有人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两个知道我是谁吗 嗯 不知道 连我是谁都不知道 还要威胁我 放了你 岂不是才死定吗 那你就死吧 好汉 英雄 饶命 饶命 你想要怎么才能放过我 钱 女人 钱 女人 这些我叫你 你还是死吧 我 我有预言浮调 求求你 饶了我 哦 你居然有这个 检测到宿主 持有两枚预言浮雕碎片 奖励一次窥探未来的机会 这 这是 这 这是 接下来 血球王会被灾恶摧毁 我 我会死在这里 向阳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窥探未来结束 温馨提示 收集五枚预言浮雕碎片 系统将为宿主开启新的强大功能 敬请期待 社后 我们之前升级的太慢了 跟我来 我们去把身上的钱全部花光 敢惹我 待会儿叫你好困 好话饶命 他不是出来不杀我的吗 首富之子 是吧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这里最贵的熔炼星火材料铺在哪 知道知道 我带你们去 我要最好最实惠的 我只要最贵的 这 门店就闪下我了 没见过世面 这里就是整个铁锈湾最实话的材料店 只对会员开放 少爷 你看呢 没 没问题 交给我吧 在老子的地盘 你嚣张不了多久了 对了 龙魂店可是钱家旗下的产业 被发现了 他不会后悔吧 检测到前海城的紧张情绪 当前紧张值为百分之三十 增长到百分之七十 宿主将获得强化次数一次 以及额外系统商城点数 看来这小子 真的在动歪脑筋 少豪 那个先被阿鲁巴了半天 又被七年杀了一夜的那个对手 现在怎么样了 他呀 上瘾了 现在不双管齐下 都活不下去呀 检测到前海城的紧张情绪 当前紧张值为百分之四十 别紧张 只要你听话 我不会怕你怎样的 保险起见 要不还是把舌头割下来吧 检测到前海城的紧张情绪 当前紧张值为百分之八十 恭喜宿主获得系统商城二百购物点数 真是个责号 有没有能让人听话的道具呢 魅获药水售价二百 使用次数三杠三 能让喝下的人完全迷上宿主 成为宿主的舔狗 对宿主的敌意完全消散 持续时间为一天 这几个小屁孩儿 也不禁来让我拒绝一下 不好意思两位 非会员无法入内 还请到分店铺 获得会员资格 那朋友你也敢来 你放肆 宝贝 请问你还满意吗 你再这么恶心 老子杀了你 宝宝 你终于肯碰我了 前大少爷 今天怎么这么奇怪 难道说 前少已经厌俊了唾手可得的女色 爪儿喜欢男人了 把这里面最好的东西拿过来 我全要了 听到没有 还不赶紧拿出来 生命上流通的顶级货 都在这儿了 所以说还有不流通的咯 把那个拿出来 可 可是 拿那么多废话 让你去你就去 我这里还有比这些更好的 希望宝贝能赏脸 等卖完材料后 老子再去找你们算账 这必须得通知董事长才行 这才是配得上宝贝的礼物 恭喜宿主 成功获得传说级熔炼星火材料 大蛇逆铃 吸收后将获得五十万星火能量 将完美进阶三阶 免费解锁第二职业 会者技能 并获得一次技能提升机会 这件宝贝怎么也能换宝宝一个相吻吧 小猴 完美金宝物归你了 太好了 谢谢大哥 能让前哨甘愿花钱 不行 得想个法子把它引到我的端子 我儿子 喜欢男人 还把传说级别熔炼星火材料送给他 只为获得他一笑 想死可以直说 我成全你就是了 董事长 请看VCR 臭小子 其他东西他送就送了 大蛇逆铃绝对不行 董事长 已经迟了 大蛇逆铃已经被少爷的小男友吸收了 恭喜宿主成功吸收大蛇逆铃 完美进阶三阶无边赢者 免费解锁第二职业技能 并获得一次技能提升机会 不愧是大哥 这么快又突破了 好 我马上过去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 你们要找锻造铺的话 你们是想找好的锻造铺吗 人家知道一家很厉害的锻造铺 好可爱的小萝莉 就算是拖 宰的又不是我的钱 那我就先走了 后悔有期 大蕾走了 就在那边哦 我家的锻造铺是最厉害的 就那低端 还不如我家连锁的锻造铺呢 要不是看在你手上的钱 老娘走抽你了 我家可是专做高级定制的 前哨的爱人 难道不值得一份 夺一无二的礼物吗 可惜 我花不了钱了 啊 我老爸知道大神逆铃被我送人 我的账户都被冻结了 宝贝 你不会嫌弃我吧 这是干嘛 要不是有小孩子 宝贝 离开我你要幸福啊 宝贝 没有你我怎么活啊 滚一边去 看到你就恶心 大哥 还去锻造铺吗 当然要去 我们不是还有深海玄京吗 深情富二代与败基小渣男 居然真的让他得逞了 哼 还以为能转播大的 小妹妹 不是要带我们去锻造店吗 地方已经告诉你了 自己去吧 我很忙的 检测到除雪岩的厌恶情绪 当前厌恶之为百分之十 增长到百分之八十 宿主将获得一点强化点数 小小年纪不学好 学别人当视利眼 不好好教训一下 长大怎么办 大哥 咱们五十步笑百步呀 你 你要干什么 还不老实 看来要直接打屁屁才行 目前 除雪岩的厌恶值为百分之一百 恭喜宿主获得强化点数加一 我饶不了你 这小奴隶是四肩玉灵师 变叹老老实实让我打回来 我饶你不死 你这小色鬼居然垂涎本帅哥的身体 真是不知廉耻 你 大哥我来帮你 区区四肩 还需你出手吗 我倒要看看 三肩和四肩 是不是真的不可预悦 恭喜宿主成功花费 两点技能强化点提升技能 提升霸影专属C级技能 影副 影副技能进化为A级技能暗影之主 就让我试试 这A级技能有什么不一样 喂 你不要命了 我 我会杀人了吧 这小萝莉还特意紧入了那颗火球的破坏 既然你不想取我性命 我就稍微陪你玩玩吧 大哥可来拿你这个了 死变态 行走是吧 那我就把你往子里打 好 有手必尸 得想个办法 大哥帅呀 永儿 嘿嘿 不想你兄弟受伤的话 走乖乖投降吧 大哥救我 喂 兄弟都不管 你也太不是人了 连兽猴都没事 这小萝莉还算有分寸 进入技能范围 来吧 使用技能 暗影之主 正好我还缺个养眼的女人班 你你你想要干什么 打屁股太出格了 但惩罚还是要 你现在做的难道不出格吗 要来咯 我认输我认输是我错了 我可以放过你 看你报复我怎么办 人家又打不过你 待会不把你轰杀指扎 难消我心头之恨 不好意思 本人生性多疑 戴上吧 这 这是什么 这是影子契约 戴上这项圈的人 必须服从技能释放者的命令 否则的话 我 会怎么样 脑袋搬家 你叫什么名字 初 初雪岩 感觉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小楚 你就是我的铁身女仆了 我拒绝 那就宠物 我还是当女仆好了 我 别睡了 该去干正事了 小雪 带我去你家的锻造铺吧 好 好的 主 主人 大哥 等等我啊 你要怎么才肯放过我 你本来想载我们一笔钱 我们去你的锻造铺 灵源够一番 我们就算扯平了 好刺的人品 好强的实力 连我都翻车了 如果能拉进我们盘古会的话 如果只是想要顶级的武器防具 在那小小的锻造铺可得不到 那么在哪里才能得到呢 嗯 那当然是加入我们盘古会了 圣猴还真是配合 不过盘古会 按照原主记忆 盘古会是地下神秘组织 被星火执法部视为隐藏敌人 以盘古府作为组织图案 势力范围涵盖全国 暗中拉拢还未被收纳进执法者总部的 星火异能天才 大势力 大组织 也就意味着有大便宜 加入盘古会不是不可以 不过得先看看你们盘古会的实力 我们作为执法者加入盘古会不好吧 你这就错了 在哪不是对抗灾厄 何必那么一根筋呢 想要收集预言碎片 得随机应变才行 相信老柴会理解的 看起来还挺专业 欢迎光临啊几位客人 楚小姐 您身边的两位是 小雪啊 以后没有主人的命令 不需要和其他男人讲话 主人 怎么回事 是 主人 什么 所以我加入盘古会以后 会是什么待遇呢 李先生也知道 我们盘古会 作为地下组织 渗透涵盖了许多领域 您需要什么 只需要给我们盘古会一些时间 都能搞到手 想要的东西啊 如果我说 我想要几个貌美如花的姑娘呢 我倒是可以介绍盘古会里的年轻女性给你认识 如果您是指那一方面就有点 我看起来难道是那种小头控制大头的家伙吗 你还说你不是 死变态 其实我真正想要的 是这个 何能解读这个的人 这 不行吗 盘古会就这 嗯 既然李先生这么信得过盘古会 我们也的确有浮雕碎片的消息 我们可以肯定 此地的港湾执法支部 就有浮雕碎片 你如果加入我们 夺取浮雕碎片的计划 就可以立即执行了 我好歹也是个执法者 你们很让我为难啊 如果要获得这些浮雕碎片 只能和执法官对立 不过李先生 我也明白您的顾虑 这是传说级道具 隐者掩面 能让所见之人模糊对装备者的印象 如果不被执法不发现 李先生就不算背叛了 万一你骗我怎么办 恭喜宿主获得传说级道具 隐者掩面 道具效果阻碍他人对装备者的记忆 适合隐私职业进行暗杀任务 我会跟你一起去 不管出什么意外 你大可将我作为人质 不错 我接受这个提议 至于加入盘古会的事 等我拿到浮雕碎片再说 李先生 合作愉快 还有 别忘了 我来锻造铺是为了升级装备的 好 好的 真羡慕这些家伙 只需要提供装备和信息就好 而强者需要考虑的就多了 大叔 这优质级道具真的送我了 头都发话了 你就收着吧 今后都是自己人了 喂 你俩不是今天报到吗 跑哪去了 不管你们现在在哪儿 立刻马上给我滚到码头 灾手兰西做好司法官的本职工作 救命啊 红西 你现在安全了 这么多灾手突然出现 真是蹊跷 谁去处上 怎么不要命的往城市内部冲 那方向 这么多灾手突然出现 真是蹊跷 谁去处上 怎么不要命的往城市内部冲 那方向 难道说 大哥不好了 灾手如今到城市里了 上路的人 让我们去闲些支援 不错 虽然这个锻造铺 是你们盘骨灰的伪装 但还是有真手艺的 就让我看看 预言是否要应验吧 小雪 被车 是 主人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算输给了李先生 我也无法想象你会答应做他的女仆 不听他的命令我会死的 他 该死 这群灾手正朝着织布靠近 他们的目标是浮雕碎片 能脱身的全部回方织布 来了 快死的树上 给我扔开 可恶 没想到这东西 居然吸引了这么多的灾手 这下能办了 死 死 死 职员主意来了 这些灾手都是被浮雕碎片吸引的 聚集了这么多 也就说明 那个家伙手里 有我想要的东西 此人是铁锈港湾星火执法部 执法官阮文雄 实力为全战职业五阶 向权列王 跟他硬碰硬没有相反 但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灾手 噓 这么多怪 可这不少星火呢 要是被那个叫卵文雄的抢走了 我会不开心的哦 小雪 那就随你的便吗 主人 你们在嘀咕什么呢 还不快来帮忙 别急 你爹这就来帮你 这么多怪 这时候聚怪技能的重要性 就凸显出来了 可惜 老柴给我的宝贝 这么快就要被我用光了 使用道具 万象引力符 别老子滚 这是 还真是壮观啊 南美极道具万象引力符 这家伙到底还有什么隐藏实力是我不知道的 这家伙计划 这家伙计划 结束了 按时警报 哪个真厉害啊 拉隆利先生的决定 果然是正确的呀 不知道这次 能提升我多少实力呢 恭喜宿主 恭喜宿主 获得 一百一十四万五千一百四十点 新火能量 现在境界 已提升至三阶 无边迎者 大成 按以分身技能升级为 擬太分身 可以根据宿主想象 随意更换形态 完美复制宿主的 能力 性格 并且与宿主 共享视觉 好家伙 刚才我用能力靠地暴天星 现在又给我来个隐分身 这可是神级技能啊 要是能升级成多种隐分身的话 好厉害 别说我了 就算是五杰的软文雄 也不可能一下子 清理掉这么多灾瘦 好想做他的女仆 拉拢他金盘骨灰 一点也不亏 甚至还有点小镇 有什么事吗 主人 接下来我要演一场戏 有个秘密任务要交 多谢大佬相助 请问你是 我是从熔炉小镇 到铁锈港湾来支援的执法者 接到支援的命令后 就立马赶过来了 哦 原来是破烂熔炉小镇的执法者 你这次干的不错 说吧 你想要什么奖赏 我要你身上的东西 你也不想因为他们导致 医兽入侵的事 被其他人知道吗 我说呢 熔炉小镇一个破地方 怎么舍得派出这么厉害的 执法者来支援 原来是为了浮雕碎片呀 长官 那些灾兽 全部都被你解决了 那我要是不给呢 只要你这个知情人不在了 没人会知道 这些灾兽 是我们织布保存的浮雕碎片引来的 给我解决它 长官 这可是能秒杀灾兽朝的高手 我们去不是送死吗 刚才这家伙是用了高级道具才歼灭灾兽的 现在他没这个能耐了 你也别怪我们 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 完蛋了 这下我死定了 没想到这个分身的视线共享这么方便 就像是在看VR电影一样 浮雕碎片大概率就在那里了 老老实实投降 就不用挨揍了 还是稍微抵抗一下吧 不然就太假了 你让我去干的事情 就是换一套衣服 这和那浮雕碎片有什么关系吗 本少爷突然戏惊赏身 演戏需要服装这不是常识吗 来帮本少爷更衣吧 啊 实力这么弱 果然你是靠着高级道具才打退灾兽巢的 当今这个世道 没有什么比命更重要的了 我不知道是谁指使你的 但我挺欣赏你小子 就是就是 执法者一个月就那点收入 玩什么命啊 阮哥对手下挺好 跟着阮哥没错 毛都没长气的小子 你肯定是被自己的领导骗了 谁不知道我们的大统领 最稀罕这些浮雕碎片的 你家领导肯定是抢了这东西 然后向大统领邀功呢 原来是大统领想要啊 嗯 年轻人选择大于努力 要是我把整整六块浮雕碎片都献给大统领后 你以为我还会是小小的铁锈港湾新火执法部的执法官吗 这个阮文雄手里居然有整整六块浮雕碎片 剩下转发了 你冒充这个人沾得好吗 这个阮文雄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本来只需要给李向阳一两块浮雕碎片就能应付了 现在看来六块全都要落到他手上了 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走 玩话子弟和无良执法者狗咬狗 想想都觉得有乐子呀 大丈夫能屈能伸 小伙子 我很欣赏你 嘿嘿 谢谢卵哥赏识 对了 我记得从熔炉小镇来的执法者有两个 另一个人呢 他在和灾兽的搏斗中牺牲了 我的天心 本少爷这就来救你 那不是钱家大少吗 怎么会来这里 他刚刚叫谁天心 我想起来今天下午有个传闻说 前少看上了一个男人还给他当舔狗 送完大蛇逆连后就被抛弃了 你做了啥 让那个前少对你死心塌地的 我不知道 像他这样极强大和帅气为一身的男人 本少爷当然是一见钟情了 前少误会了 我们并没有对李先生怎么样 李先生只是履行执法者的义务 和灾兽搏斗的时候挂了财而已 检测到软文雄的紧张情绪 目前当前紧张之为 百分之三十 增长到百分之七十 宿主将获得强化次数一次 还能耗点强化次数 这机会可不能放过 并不是这样的 我无伤速杀灾兽 这些伤是这些人为了抢我的风头打的 还威胁我 把击退灾兽炒的风头 让给他们的执法官 你这家伙胡说什么呢 你说的吗 使食物者为俊杰 好啊 你们这群不要脸的执法者 我要你们彻底消失 软文雄目前的紧张之为百分之五十 千少息怒 我不知道李先生是您的 爱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的目的是不雕碎片 不给我的话 我可要叫喽 老子六个全要了 干阻碍我的近生路 老子早就看那个前家胖子不爽了 千少死于灾兽袭击 奔织部 会为你送上一个大大的花圈 给我上 早就想打那个死胖子了 主人 你的鸡毛好像失败了 谁居然狗鸡跳墙了 一切都在老子的计划之中 我看谁敢动他 检测到软文雄的紧张情绪 当前紧张之为百分之八十 恭喜宿主获得强化次数一次 那是 前云城 这个前海城不是主人假冒的吗 怎么叫的出来前云城 留着前海城的小命 还是有点作用 喂 跟班 我的心肝宝贝去哪儿了 别急兄弟 我老大吩咐过说 他忙完了就回来找你 哼 我就知道我宝贝还是爱我的 不然怎么会让你这个跟班来救我 这个李向阳居然和前家少女关系这么好 总觉得六块浮雕碎片全给了敲好他 也不是很亏啊 对了 关于您的家庭条件 我大哥有这些不明白的地方 宝贝还真是心急 吃不亏就想见我家长了 你尽管问 为了表达我的爱 我发誓知无不答 有了本尊的情报和本大爷的影迹 这个溺爱狂家长还不是手道擒来 我的儿啊 你要有个三长两短 你爹我也不活了 没事的爹 我不是好好的吗 那个大名鼎鼎的刚毅之都前世组长 居然是这副德行 我刚才听到有人说我的宝贝儿子 死于灾兽袭击 是怎么回事 哪有的事 贵公子不是好好的吗 我刚才只是想告诉贵公子 灾兽超来袭的时候不要乱跑 普及一下安全知识 前家少爷 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小小执法官教训了 不敢不敢不敢 绝对没有教训的意思 绝对没有啊 有钱人就是牛逼啊 这些直升机上面 最低都是三级圆满的火力追随者 还有些人我连实力都看不出来 应该是你拿了太多的个字 该拿走属于我们的浮雕碎片了 升级后的分身技能也太牛了 共享意识还能随时切换 甚至能自主行动 我对这个家伙的命没兴趣 只是这个人那里有我朋友需要的东西 只要让他乖乖教出来 就饶他不死 要是弄丢了这么多浮雕碎片 领导不会放过我的 但是不教出来 这些武力手现在就不会放过自己 出卖自己的屁股 被有钱少爷包养很光荣是吧 趁我没让钱海诚杀了你之前 快滚 这家伙就是监控中诱惑我儿子的男人 那人不单是你朋友这么简单吧 你是我儿子我最清楚了 你根本不需要朋友 有人向我汇报过 你对那人有爱慕之心 还把大神逆龄送给的那小子 是又怎样呢 对我们钱家来说 那东西不都是拿来送人的吗 孩子 你爹平时没要求你什么 我不在意你喜欢上同性 但是 那小子我信不过 比他俊俏活好的男人 要多少有多少 那胖子还真厉害 他爹这样的人啊 狗男通都可以的 我钱人真会玩 我喜欢是他优秀的品格 才不是个男的都喜欢 我非他不可 好吧 我的宝贝儿子坚持的话 我会让你喜欢的人 配得上我们钱家的 不知道这么多浮雕碎片 能带给我什么好处 恭喜宿主一共积极七枚浮雕碎片 获得前往神选天梯资格 是否立即开始承送 神选天梯 难道那个陈凯萨收集浮雕碎片 是想成神 喂 臭老头 你干嘛 儿子 你爹我不会害你的 既然你喜欢的是他这个人 不是性别 那我找个会者 把你的欣赏人变成女性 你照样可以爱她 传出去也不会抹黑钱家的名声 会是还有这个 但可惜本少爷没有自攻自受的打算 神选天梯是吧 神选天梯是吧 就让我的分身先去一探究竟 又发生什么了 果然配得上神选天梯的名字 只要爬到顶端就能成什么 啊 我还以为是哪个强大勇者来挑战灯神之路 原来是不小心闯进来的三街迷途羔羊 如果不想死在这里的话 还请交出那些不属于你的神选碎片 然后回到你该去的地方吧 想要成神 现在的你还不 我还以为是哪个强大勇者来挑战灯神之路 你 原来是不小心闯进来的三街迷途羔羊 如果不想死在这里的话 还请交出那些不属于你的神选碎片 然后回到你该去的地方吧 想要成神 现在的你 还不 不是 女神为什么穿得跟魅魔一样 作为我自傲的身姿 不展示出来也太亏了 好了 说回正题 你现在的实力去挑战灯神 是死路一条 我可以帮你离开这个地方 不过也算是奖励你来到这里的努力 本女神 会给你一个小小的鉴别礼 哦 是什么礼物 我去 这么刺激 登登 是棒棒糖 你打了三岁小孩呢 这可不是普通的棒棒糖 这可是拥有女神气息的棒棒糖 神之气息可以炫滑灾兽 只需要让灾兽吃下它就能乖乖听话了 有什么限制吗 那岂不是能把灾恶兽收作储物 所有灾兽都可以 不过只能使用一次 那么可以把碎片交给我了吗 但是 我拒绝 我李向阳最喜欢做的 就是对那些 岂不让我做事的家伙说弄大 唉 你自己作死 就别怪本女神没劝过你 你就好好看这小爷我 能爬多高吧 我感觉这个画面 在之前的预言里见过 来了 铁铁 就这了 引河铠甲 老是被蚊子叮咬也不是办法 有灾 有灾 必须砸碎 去死吧 这些东西 是我踏上这阶梯后出现的 哼 还有这么多阶梯 按理来说难度也是逐步递增 还好我只是个分身 正好来试探一下 现在的自己能走到哪里吧 走你 才走几步 却有新的敌人出现了 这家伙 与我之前杀死的那只 大了两倍不止 这个家伙 速度居然这么快 京剧灾谎 初节 京剧灾谎 真的假的 仅次于最高等级 灭视灾魔的存在 一只 最轻易摧毁一座城市 之前那只灾谎 和它比起来 就像是爸爸和儿子 虽然可以用棒棒糖收服 但用在这里太浪费了 得带出去 明知不敌 我却偏偏要死战 正好试试 第二职业有什么好玩的能力 宿主已切换会者职业 会者的能力取决于宿主的想象力 境界提升只会增加颜料总量和解锁色彩 目前宿主共拥有300颜料值 三元色彩 红 京剧灾谎 初节 京剧灾谎 真的假的 仅次于最高等级 灭视灾魔的存在 一只 最轻易摧毁一座城市 之前那只灾王和它比起来 就像是爸爸和儿子 虽然可以用棒棒糖收服 但用在这里太浪费了 得带出去 明知不敌 我却偏偏要死战 正好试试 第二职业有什么好玩的能力 宿主已切换会者职业 会者的能力取决于宿主的想象力 境界提升只会增加颜料总量和解锁色彩 目前宿主共拥有300颜料值 三元色彩 红 绿 蓝 这家伙的数据 要几千个人的鱼血 让他们变得跟布料一切 请人去献祭祭祭 三街圆满 居然能击杀金举灾黄 这家伙有点实力啊 不过比起金举灾黄 还是有些差距的 果然凭我一个人的 杀死金举灾黄 还是太困难了 消耗200颜料值 目前仅剩100颜料值 释放的色彩为蓝 切断触手杀不了你 那就把你打成碎片 不许走 还以为颜料用的太少动不住 挥着的饮料 浴水感能够大影响 有点 我居然单杀了金举灾黄 那就让我们看 这个大家伙 能提供多少星火值 哎呀呀 没想到能杀死金举灾黄啊 我的星火奖励呢 你在搞鬼 别急嘛 这东西要等你出去 或者通关后才给你 忽然灯踢人越打越强 难度逐渐递增的灯神试炼 就没意义了嘛 嗯 一次性攻略看样子不可能了 社材到哪儿啊 就出现了金举灾黄等级的灾兽 最后怕不是得和灭世级别的灾兽战斗 只需要交出一枚颜岩碎片 就能离开这里了 击杀获得的3151万4926星火值 也会给到你 不过嘛 离开之前我这儿有个不错的提议 第二职业远超等级的技能 你不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 获得的这些力量吧 这人看上去值得投资 你是被选中的人吧 被选中的人 的确是神位的有力竞争者 哼 并且有了我这个全知全能的女神协助 成神 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被选中的人 是指西头 一般人我还不给他这个机会呢 现在跟我签订投资契约 还免费满足你一个请求 看上去像传销啊 不过得先试试这里的东西能不能带出去 万一在这里也能和外面的自己共享系统背包 就不需要放弃不交碎片 什么请求都可以 只要你签了这份契约 当然是什么都可以咯 神之契约 签约双方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心灵对话 且签署双方若展开战斗 彼此的攻击都将失效 最后签署者成为编窜者所在神派议员 受制于神派管理者 看来这女神想要拉我入火 要不是最后有个受限于神派管理者 我还真就行动了 签了就能与我这个女神共享智慧 我也会尽力帮助你 让你登上神威 让我继续作为神经 神之契约已成功生效 我明明是用影子签字的 这东西能作效 在神明面前耍小心思 你还弄得远呢 只要有这个动作就足够了 区区凡人老是动着歪脑筋 吃别了吧 急了 别忘了 你还有一件事情要答应我 我早就看出你内心肮脏的欲望了 无妨 本女神说到做到 我要你也变成凡人 什么时候我成神了 你再成神 上一个嘲讽穿越者的女神 已经变成智障的代名词了 你这家伙 放置神明的帮助不要 非得拉我一起下水吗 变成凡人后 我可没了钱之全能的能力了 你不知道吗 我的风格就是主打一个不按套路出牌 以后乖乖跟着我吧 那些保镖都被灾兽杀死了 当然要不是有人出手相助我就死了 就是你爱上的那小子救的你吧 喜欢上救命恩人的确是人之常情 哎呀 那人失踪 我也无能为力 回去后 我带你快活快活 争取早点忘了那人 这家伙真宠到儿子 我是没想到 居然有人带着自己儿子去风月场所 该办的都办了 接下来就得想办法离开这儿 先休息一晚 明早我们就回家 现在外部 越来越不太平了 获得31514926星火值 将随着分身的消逝 逐渐被宿主吸收 宿主即将突破四街小城 那家伙真 虽然处理分身那边的信息 需要一定时间 但在那之前 还是得让社会把真正的浅海城处理定 毕竟 妹要快失效了 大哥 是要做掉她的意思吗 我还没杀过人啊 恭喜宿主成功提升至四街小城 会者职业解锁能力 颜料不仅能创造物质 还能改变客观存在事物 比起杀了她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 我之前那是开玩笑 既然你们盘古会有这份心 我也不能辜负才是 体验过温柔大姐姐的拥抱后 就不会再对褚会长那种萝莉身材感兴趣了 这样就能保护褚会长不受侵害了吧 配 大哥你真好 有好事第一个想到的是兄弟我 瞧你那里出息的样子 当心被坏女人骗 还有一副身体比得上我呢 是他俩 二位客人来我这里 是想做什么 这鸡身体不错 喂 我说的是实话 当然是来登大廊的 小弟弟 本店可是正经生意 真正经 我们就不会来了 哦 原来是那边的客人呢 跟我来吧 他俩是盘古会的人 你们准备一下 给我弄出浮雕碎片的情报 是 躲到这里就没问题了吧 哟 被我逮到只偷懒的兔子 有点隐熟 感觉在哪里见过 检测到莫小瑶的心动情绪 目前心动值为百分之十 当心动值达到百分之一百时 获得一点技能升级点数 原来是老熟人啊 店长可以指明吗 我要这位小姐姐陪我 这位小哥哥叫什么名字 和你一起的那位呢 不要害羞 都告诉姐姐好不好 我大哥李向阳天下无敌 啊 就这些吗 告诉姐姐的越多 姐姐给的奖励就越多 组织派你来不是来摸鱼的 你也不用担心自己应付不来 这小子一看就是个喜欢装正经的 稍微灌一点酒聊一下就拿捏了 可是会长 这人可认识我啊 莫小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难道是被强迫留在这里工作的 检测到莫小瑶的心动情绪为 百分之七十 你 你认出我来了 我已经牢牢记住你的脸了 听说这里为店员赎身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会给你自由的 但是 我很贵的 检测到莫小瑶的心动情绪为百分之八十 为了你 多少钱我都愿意 检测到莫小瑶的心动情绪为百分之一百 任务完成 恭喜宿主获得一点技能升级点数 好 好的 强化点数到时候 居然都不做点什么吗 你懂什么 这叫君子不趁人之威好吧 君子不是喜欢成人之美吗 你也知道了这女人对你有好感吧 真的不做点什么吗